心志中的认知这个东西 一念可以天堂 一念就可以地狱 我在安徽做了一个酒 安徽有一个城市叫明光 明光酒在80年代卖得很火的 贡献了这个线50% 最高的时候7%80%的财政收入 所以那个线就改成明光西线了 结果后来改革开放 这个竞争激烈了 明光酒就卖得不好 我去的时候呢 已经很晚了 2012年13年了 明光就是已经资产种族几轮了 然后呢温州的一个老板买下来了 就请我去说 郭老师这个怎么定位呀 没法搞不好这个乖乖 你走进去以后满目凄凉 他的房子是老房子 从来没有动过 然后那个窗户是老窗户 玻璃都有几块是破的 然后你在到那个酒的车间里头去看 最年轻的都是40多岁 有一个技术总监59岁 马上退休 还有一年不到就退休了 老板跟我说招不到新人 他说郭老师 年轻人不愿意来干酿酒这个活 太累了 然后呢所有的都是土法作业 就是一进去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啥哪哪都不好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欢天喜地 心志中的认知这个东西 一念可以天堂 一念就可以地狱 你知道我编了一个什么故事吧 我问说你这个酒厂哪一年了 看上去好老了吗 年纪好大了 他说是1949年的 哦 安徽有几个酒厂啊 他说有四个酒厂 比如说有一个酒叫高卢嘉 他的定位也是1949年的 他的定位是什么呢 与国同僧与国同庆 说的很有意思吧 但是我告诉你 这句话语法正确的标准 没有用 我说完了你没感觉吧 这就是一个创意 没有意义的这种话 我说你这个工艺有多少年了 他说那要追究起来 有八百年了 那你就这么写 你说自1949年建厂以来 我们一直沿用 八百年的传统酿酒 土法工艺 我们从来没有改变 哇靠 你就会觉得好想尝一尝 我给了你一个 到我这里来买单的理由 然后我们开始就组织参观 我告诉你 49年的工厂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59岁的人 不是要退休了吗 我说配衬要做好 千万不能让他退了 来来来给我寻根问主 你像谁学的 你不是酿酒总监吗 你的师父是谁 他说我的师父是张三 张三的师父是谁 张三的师父是李四 那李四的师父是谁 是王武 好了给我把张三李四 王武的照片全部拿过来 有活着吗 他说有 我师父还是活着 我师父的师父不在了 好那行 有活着的请回来 讲故事 然后你是第四代传人 记住啊 你的师父是第三代 他说郭老师没这么分 从现在开始 有了 然后你师父的师父就第二代 你的太师父是第几代 第一代 有照片吗 我把他照片找过来 做一个宣传室 然后把这个四代的照片 放在那个宣传室 然后告诉所有来采观的人 我们的酿酒工艺 一代一代往下传 我告诉你 我可会写故事了 我就会让你上来 我就会让你想办法要喝我的 我可会讲故事了 我告诉你 我讲完的故事 我就会让你有一种 心动的感觉 所以结论 更好不行 更差 常常行的 所以各位 当你打不过老大 当你跟老大之间 有距离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那是你知道是距离 消费者不一定知道 还有一些缺点 可以把它包装成特点的 我说的不对吗 结果那个酒 我辅导他那一年 卖得特别火 好多人参观了以后 就觉得 哇 这是四九年的场 哇 这么多传承 这本来就是真的吗 我也没说假话 只是我把它 重新梳理了一下 所以什么叫定位 我再讲一遍 在心智中 重组 或者是创建一个 有利于自治 而不利于对手的 认知 这就是定位 你只是要学会 写故事就好了 所以定位高手 就一定是一个什么 好的作家 你走进课堂 我教你讲故事 你讲一个故事 你跟你的对手 开始就不一样 我教你一步步 怎么走过来 所以定位 他始终在扮演 一个什么角色 知道吧 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他永远在扮演 这个角色 我们的客户里头 大概百分之十到十五 是领导者 百分之八十五 九十是谁 是老二以下企业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居危 然后死安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最大的本事 就是扶持着老二 老三 上位 我们整天就在做这件事情 实操经验和方法论 都在这门三六五的课程里 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色 可以反复学习